能不能跟他们得商量啊 再长点 房子好坏无大所谓 重要的是价格 你再长点 您要宗贤便宜 一一七 三一 两一八 五一八 给个通话话 卖不卖 每次看到这个反向砍价的视频啊 我就有点想哭了 要是当年我的客户都是这样的事呢 不过每天的早饭 高低得整两套煎饼果的 当然了 电影都是假的 甭管有钱没钱 哪怕你是买豪宅的主 只要进了售楼处 那就是抱着跟销售battle的心来的 砍价的方法都得变着花样整 大家好 这里是带你看懂房市的区之道 销售一年最忙的时候 网上都说是金酒银食 对 也不全对 每年的六月和十二月 那才是诺曼底登录的时候呢 这俩月总公司要赶年中和年末的盘点 说白了就是冲业绩 这两个月对于售楼处来说 那就是高考啊 每个销售员都两眼放光的 瞄着自己的业务指标啊 销罐想着办法跳点 指标完成了佣金有三个点 超额完成的部分 那点数就上幅到五了 赠命的往上存 在末位那是要被淘汰的 为了老婆的迪奥 自己的奥迪 孩子的奥迪奥 只能拼了 所以只要能成交 他们手里的折扣啊 那就跟憋了一天的尿似的 滑滑的往外放 当年跟着我的一个销售啊 他的名字叫长海 平时啥也不干 就蹲门口抽烟 整天晃晃悠悠的 还一直有客户点名找着他 这小子就是在外面蹲客户 甭管是谁 先递个烟过去 只要是一个人来看房子的 他就让人家进去报他名 但凡是客户指定他的 成交了 佣金就比别人多个几千块钱 神奇吧 其实原因很简单 一般金收落出以后 都得添个来访登记表 别喜欢这张表啊 说什么做客户财力分析的 那都是营销号 我给你们看点不一样的 客户信息来源 客户从哪来 直接关系到销售能赚多少钱 销售自己拖来的客户 佣金能全拿了 跟中介来的客户 那成交之后 佣金就得打个折 这时候反应快的观众就要说了 跟中介过去看房 销售岂不是舍不得放折扣了吗 那我怎么能避开中介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换人 跟着中介去了售罗处了 你的信息就被登记了 那下次换你老婆去 那没对象呢 就让父母或者朋友去 中介不就绕过去了吗 如果你就想自己看 或者只能自己看 那你就再多等个一周 中介在开发商那边的信息 也是有保护期的 除非是房子实在是卖不出去了 有可能保护期会延长到一个月 其实呢 不想跟中介去 也完全可以自己回家 稍微研究一下 花不了你多长时间 毕竟这一手房开盘的时候 恨不得想全国人民都知道 当然了 跳单行为有些不道德 咱们也不建议 你说中介化身免费司机 带你四五个楼盘来回跑 也挺不容易的 再说了 那销售万一跟中介是两口子呢 你把中介跳了 销售要是知道了 那还能给你好脸色吗 那有的中介吧 也必须得跳 就那些在收楼处周边徘徊的 忽悠你说自己有折扣 完事给你往收楼处一带 来访登记表一天 扔给销售转身就走 这就是一种买彩票的心态嘛 能躲就躲 长海的销售秘诀 还有一招 叫偷梁换柱 衡量一个小区的绿化情况 常用的词是绿化绿 但他呢 给加了两个字 叫绿化覆盖绿 有啥区别呢 往大来说 你可能不太明白 我用一棵树形容给你看啊 一棵树的绿化率 算的是树干有多粗 绿化面积就有多大 那一棵树的绿化覆盖率呢 就是把树干去掉 留下的树干覆盖的范围 你看 这大了多少倍啊 有时候他还会说呢 区域绿化率有多高多高 数值能干到6-70% 小区隔壁的公园也不能放过 甚至马路边的绿化袋都算进来了 一招偷梁换住 数据好看了 你整个小区的溢架 是不能往上走一走的 绿化覆盖率和区域绿化率 这就跟鲁迅的路一样 本来没人说 只要说的人多了 自然就成了专用名词了 长海还有一招啊 叫做无中生有 你们看到的金碧辉煌的寿楼树 水晶吊顶的入户大堂 这时候长海就会说了 这寿楼树 规划是给咱小区的会所 入户大堂 也是按照五星级酒店的标准设计的 多有面子 实际上呢 在交房之后 寿楼树拆了 入户大堂 卸顶了 连个厕所都不升 其实啊 这就是长海欺负客户 不会看红线图 你们看 这红线内部的 建啥都是给小区的 建在外面的 那不拆 以后就要双脚鬼国家 而水晶吊顶的入户大堂呢 这就跟另外一个概念有关了 容积率 在大多数人的理解中 容积率是这样的 而在开发商的眼里呢 容积率不只是这样 而是跟带不带顶 有着直接的关系 寿楼树 入户大堂 甚至是豪宅里的那些亭子 风雨连廊 那只要是带顶的 都得算到容积率了 每一个楼盘 拿地的时候 那容积率都是死的 原本能盖个20层的楼房 就因为摄楼处 和入户大堂的两个顶 只能盖到18楼了 那得少卖多少套房 所以啊 长海才会说 规划最会所 如果你觉得红线图 实在是看不懂 那就看沙盘 沙盘上有的小区里面的建筑 以后是必有的 但是呢 也请注意一下 非交付标准 这样的小牌牌 所以鸡贼的长海会说 规划是会所 从不把话说死了 规划的意思 就是它还会不断变化 之后看房的时候 要是听到这些词了 那可以减少点理解成本 不至于销售说啥就是啥 同时还能看看 跟你对接的销售 到底有多少话能相信的 前面说的通过跳单的方法 如果你觉得过意不去 那还有几个办法 你就看跟你谈的人 是啥职位 售楼处是有职业顾问 销售经理 销售总监 营销副总 一般情况下 职位越高 手里的折扣越多 那这种事 销售一般不会主动松口的 给你的折扣多了 他们手里的牌不就少了吗 那这个时候 销售就开始盘你的付款方式了 首付让你多掏出来一点 掏的越多 折扣越多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还想要折扣 那就再谈付款周期 你的钱越早进来 可能拿的折扣也越多 尤其是快到月底的时候 你要是能三天之内付款 心里有数了 这就可以作为你手里的一张王牌 炸他个昏天暗地措手不及 折扣啊 兴许还有惊喜 所以别老老实实的跟销售说 你有多少钱 够几层首付的 这都是你可以用来谈判的资本 而销售手里的牌啊 就是折扣 你一张首付三成的牌一出 它可能就98折了 你再甩出来一张首付四成 它97折管上 你在一张七天内付款 或三天内付款 他去找领导 要一张96折 甚至95折的牌了 就这么慢慢来 大家都是试探着出牌 你要是进门就直接喊 全款今天付 那全售漏处就统一口径了 贷款99 全款98 啥也不是 先提醒你们一下啊 一般在售漏处 你能接触到的 基本就职业顾问和销售经理 如果在开发商总公司那边有关系啊 那也可以尝试一下 不过这法子啊 就是锦上添花 这花还不是那么确定能不能开 长海之前就有个客户 看中了一套房 价格也谈差不多了 就还想要折扣 他不找总经理 非要找一个在总公司工作的老同学 那个哥们 非说自己在总公司一言九鼎啥的 这客户信了呀 回家登好消息吧 结果没想到 他同学就一负责后勤的 根本没那权利 还得帮他继续找关系 过了一个来月 人情搭进去十来万 找谁都没用了 没办法 回来老老实实买吧 结果房子涨价了 之前谈赌的折扣不能变 反而又多花了十来万 这事儿吧 在售楼处是人尽皆知的 之后再有客户跟我们说有啥关系的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就会被拿出来当反面绕材 PP是假的 谁的幻影是租的 咱们门清 但咱也不排除你有硬关系啊 那我建议你 先把定金交了 房源和价格锁定了 你再去找关系 哪怕找不到 那也能按照这些约定好的条件成交 免得成为了销售嘴里的大傻逼 说到定金 那就不得不提他和定金的事儿了 多少年前因为这一字之差 闹出了不少新闻 现在为了规避这种问题 售楼处就用定金和异象金的说法了 这俩词在你们眼里 只是能不能退的区别 在销售眼里那可是两回事儿 异象金只代表你还会再来一次 而且大概率呢是来退钱的 你的电话号码 甚至只记录在他的客户本上 手机里面都不存 这交定金的呢 哥 龙井还是普尔 我清好茶等您来 定金一交 基本就是看中房子了 成交可能性也更大 销售一般会留个48小时给你考虑 这段时间呢 他还会不停的给你发消息打电话 哥 您这条房子现在老抢手了 但是吧 不但我手里有几组客户想要 我同事手里 也有几个客户盯着这套房子呢 哥呀 你要是再不出手 我就顶不住了 那着急的小腔调啊 就像深夜在王者峡谷 被六巡老大爷追着砍 这种操作在业内叫做逼定 就是为了逼你赶紧交钱签合同 留给你48小时 也是有小心思的 抓卡后 在48小时才能到公司账上 到账了 你觉得还能要回来吗 虽然只是小几万吧 但谁愿意拿几万块钱打水漂啊 这客户成交的概率不就大了吗 前面说的这些操作啊 希望能帮点小忙 还有一些玩心理战的 感兴趣的欢迎评论留言 对了啊 还有个法子 能从开发商手里赚钱的 就是咱们常常听到的老带新 网吧是不是介绍个新客户 有送网费的 那售罗处就送物业费 省钱可不就等于赚钱吗 小城市的开发商 在这一块也卷起来了 物业费已经满足不了大家了 直接打钱 那才是网到呢 那这个时候呢 需要你想想办法的 让你的销售员啊 把他下一个成交的客户 算成你介绍来的 所有买卖都是博弈 或许买菜的时候 撒花俩早的 大家不太愿意计较 但房子这种 动不动就掏空几个钱包的东西 甭管听到销售说啥 满脑子都是 本来前一天想好要说啥 怎么说 到最后全忘了 其实啊 这就是个流程化的东西 找对人 说准话 演好戏 心态放平 这就够了 或许啊你会说 我现在买不起房啊 那以后开发商也会与时俱进的 但这些操作也好 话术也罢 基本上就是万变不离其宗 了解这些以后 最起码以后到了售楼处啊 不会手足无措 至少对长海的偷梁换柱和屋中生友 也能打出自己的无懈可击了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这次啊 我也是冒着被同行追杀的风险整出来的 大家要是觉得还行 那就给个点赞收藏转发 咱们下期解释更多内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